光复大丰大富社区在水宝局花联分局的协助之下 以裁测的大富国小孝子为基地 逐步营造推动社区的产业 社区协会也特别在双十国庆日的这一天 办理了成果展 现场的气氛相当的热络 国小谷队正深想为光复乡大和甘蔗节揭开序幕 光复乡大丰大富区域 随着台塘制塘产业的结束 以志工的家兴起的社区聚落也逐渐萎缩凋零 社区学校也因人口外流以及少子化进而裁测 丰和社区发展协会在水宝局花联分局的协助下 就以社区大富国小旧职为基地 逐步营造推动社区产业 我们看到地方这么用心 我们也会用心的跟地方来做一个配合 我们希望能够恢复以前 我们大富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乡村 以白甘蔗产业研发 蔗植灯笼文创品 融合聚落各个族群 饮食产业文化的市集摊位 不仅社区聚落居民 连外地游客也都充分感受社区重振的活力 道场参加的乡长林清水 也透过了客家文化廊道的营造 社区道路环境的改善等建设 为没落的社区重新注入一股新活力 一个地方的发展一定要靠上级 上级也好 我们地方的团结才可以发展 然后今天我们分居长 有个机会展现我们地方的活力 展现我们地方团结的力量 希望说这个政府力量可以继续保持 这些国家自己救 然后自己部落自己爱 如果你自己的外部落 谁没办法 没办法 大幅大方区域人潮涌现 限制空间以及各新旧产业重新附阵 带动了整个区域的活力发展 深受各界长官贵宾的肯定 丰和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中卫之 也感谢上级相关单位的协助支持 我要非常感谢我们水土保持局 花莲分局长期来对我们大和地区的支持 与照顾 让我们的社区能够永续的发展 以及产业活化 第二个感谢 我要感谢大副社区 还有大风社区理事长 以及所有理监事 一起共同来举办这次的活动 第三个感谢 是要感谢我们这些 有一些搬出去的老邻居 都能够从各地回来 早时而时的寄去 社区协会特别在双十国庆日的今天 办理光复乡甘蔗节 除了让乡亲民众认识在地白甘蔗 制堂产业文化 也借此活落地方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